七国集团外长时隔两年 本周首次线下会面 为下个月即将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预热 三天会晤之后发布了27页的联合公报 主要内容有哪些 中国仍然是他们的眼中钉 大家好 我是陈斌 在柏林带你了解欧洲市政 与其说是七国集团内部问题协调的多边会议 这次在伦敦举办的外长会 更像是一个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的会面 27页的联合公报 首先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 全球面临挑战之际 承诺投入资源以实现共同安全 且承诺与国际社会合作 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 二 公平合理分配疫苗 承诺加强对卫生系统的投资 以提高未来应对大流行病的能力 尽力实现绿色包容和可持续的疫后经济恢复 三 西国集团承诺恢复全球合作 包括加强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并在印太地区进行更多的接触 好 世界大同的口号唱完之后 公报进入了阵题 美国当然只带着盟友共同美好 接下来的18页才是真正的罪翁之翼 西国把不是自己阵营的国家一通数落 中国自然是不能少的 据彭博社报道 周二外长会的首要议题就是中国 而且进行了90分钟的讨论 而讨论的基础是 美国提出的一项有关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文件 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西方并不试图压制中国 但是欧美认为在过去40年里 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惊人崛起 被认为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 西方阵营迫切想让世界知道 西国集团仍然很有影响力 它可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比中国大很多 可是这种叫嚣似乎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德国外长马斯对华态度一贯强硬 似乎故意和总理默克尔唱反调 他在会上就说 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寻求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因此他再一次鼓动 西国外长提出人权等问题 果然细看公报对华内容 无非就是再次以人权为借口 拿香港、新疆、西藏问题说事 当然一如既往 只有论点没有论据 西国外长们的眼中低还有俄罗斯 公报要求莫斯科必须开始尊重国际法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指责俄罗斯 最近在与乌克兰边境的行动是见走偏锋 俄罗斯曾经在1997年加入成为八国集团 不过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俄罗斯被排除在外 公报最后10页左右提出了 疫后经济可持续恢复的优先事项 其中关键部分是促进性别平等 女性儿童教育和妇女就业 那么这也将是下月G7峰会关注的焦点 西国集团旨在到2026年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女孩 入学人数增加4000万 虽然西国外长声称西市民主遭到了威胁 但是讽刺的是本周德媒发布的一项名为民主认知指数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认为 美国的影响力对德国的民主构成了最大威胁 高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 另外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 美国对全球民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今年的峰会将是拜登上任后首次机会 来弥合特朗普执政时期留下的分歧与裂痕 与盟友修复关系重塑影响力 虽然英国是主兵国 但是美国现在的主要火力应该是集中在拉拢欧盟盟友 原因是美国认为欧盟在对华态度上还是过于软弱 拜登的阿尔兰血统和布林肯在巴黎成长的经历 也让他们对欧盟情有独钟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想让欧盟完全切蛋与中国的关系 会有难度且不切实际 比如作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成员国 意大利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和紧密合作 其实每年峰会都会吸引大量的示威者 从环保主义者到反资本主义者 不计其数 而且七国集团被舆论批评为一个过去时代的公益品 因为这个1%的国家集团 并无法反映出全球政治或者说是经济的现状 G7没有来自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成员 此外它还面临着来自快速增长的新型经济体的挑战 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 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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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